哈喽,今天是2022年4月22日星期五,欢迎来到美股听天说,大家好,我是陈薇。 金融行业近年以来的日子都不好过,像数字支付行业的股票呢,近年以来跌得很惨,而银行股近年以来也是回撤了不少。 但信用卡公司却整体表现是充满着韧性,三大信用卡巨头,Visa,Mastercard,以及American Express,也就是美国运通,都是完胜大盘的。 而要说这里面表现最好的,毫无疑问就是美国运通了,不仅今年以来没有下跌,反而还能逆势上涨超过了10%,这就不得不佩服股神巴菲特的眼光。 正好他们也公布了最新的财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支巴菲特的重仓股到底凭借什么能够保持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那简单来说明一下,信用卡公司能够有效地去衔接消费者、商家、发卡机构和结算者,因此是具有着很高的护城河的。 这是为什么虽然有成千上万的金融机构和商家,但是全球也就几家主要的支付网络,除了像Visa和Mastercard以外呢,就是美国运通,Discover,JCB,以及中国银联了。 那由于庞大的规模效益,其他人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直接的或者有效地挑战他们在支付网络中的地位。 例如像单单Visa卡,他们就拥有着全球过半的市场份额,和Mastercard一起抢占了接近全球八成的购物交易份额。 而且呢,除了中国银联存在特殊性以外,其他主流的发卡机构呢,其实都拥有着很强的共通性,那就是全球都能实现无阻碍的消费。 这些都保障了这个行业的存在价值。 可以这么说吧,对于信用卡体系而言,虽然不能说完全不可能被颠覆,但更有可能的是长期渐进式的改变,而非革命性的颠覆。 这些呢,都是信用卡巨头能在今年这种极具挑战的环境下,依然保持投资吸引力的重要基本面的法宝。 那这里需要注意的是,Visa和Mastercard这两家公司,最主要的业务呢,依然是支付系统, 并不直接发卡或者提供借贷业务,这部分呢,主要由发卡的银行来负责。 这点呢,和美国运通的模式是有着较大的区别的,因为美国运通,他们直接发行信用卡的同时,还提供着借贷业务。 这样的业务好处是,增强了美国运通自己的独特性,以及呢,与竞争对手的差别性。 说直接一点就是,现在很多人对自己的信用卡是Visa还是Mastercard,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 更重要的还是看哪家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发行的卡,因为呢,发卡机构不同,提供的服务或者说奖励,或者呢,说一些返线的优惠呢,都会不同。 这才是吸引我们选择哪个信用卡的重要因素。 而美国运通呢,就有着这样的优势,由于他们自己既是支付渠道的提供商,同时呢,也发卡,而且还提供不同的信用卡的服务。 这等于就是说啊,美国运通是创建了一个闭环系统,可以更好地去分析客户的支出,从而呢,优化服务,带来更多的收入和利润的渠道。 这也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量化他们的风险,从而降低自身信贷风险带来的影响。 当然这样做也不是没有代价的,那就是相关的支出和开销都会很大。 所以我们也就看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美国运通虽然在支付系统中的市场份额是要远远小于前面两家巨头的,但是他们的收入很庞大。 像2021年,全年的收入就达到了437亿美元,而Visa卡则是231亿美元,而Must Car呢是189亿美元。 可以看到美国运通一家的全年收入就已经超过了另外两大巨头的总和,但是呢,他们的利润则是偏低的。 Visa和Must Car在2021年是分别收获了120亿和87亿美元的全年利润,而美国运通呢只有80亿美元。 而且呢这种增长的趋势还有望延续,美国运通预计的是整个2022年,他们的收入将保持增长18%至20%,每股盈利呢将达到9.25至9.65美元。 这些呢都是能够令市场感到满意的预期数字,同时呢美国运通的管理层还在淡化年内就会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因此整体来看的话,这次的财报和之前多份财报展现出来的信号都在告诉我们,至少在今年内,美国运通的增长和盈利趋势还将延续,主要呢依然会受到人们出行需求保持旺盛的提振。 这种情况呢在今年夏天还有望进一步的提升。 当然了眼下的环境对于美国运通也不全是利好,分析的因素主要在于啊,美国运通的信贷业务,如果利率上升过快的话,对经济一旦造成了负面的冲击,从而陷入到一种衰退境地, 这就可能会大量增加信用卡的还款的拖欠率,甚至是导致违约,这些都可能会令美国运通不得不和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做出同样的选择,那就是大规模的增加他们的贷款坏账准备金,这些就会进一步打压他们的利润空间了。 那这就可能会导致美国运通的盈利表现相比另外两家信用卡巨头的差距呢变得更加的大,而这一切都将取决于市场对于经济衰退风险的担忧,也就会倒过来影响到美国运通的投资吸引力,最终就会体现在股价上面。 那估值方面来看的话,美国运通现在是不算贵的,但是也不算便宜,因此尽管财报的表现不错,公司管理层也预计衰退还没有那么快的就会到来,但投资者还是要保持警惕。 简单来说的话,今年内他们依然有望凭借后疫情时代的出行消费需求的增强呢,还有可能会带来进一步的涨势,但临近年底的时候就要小心,经济风险重新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话,给美国运通的股价带来比较大的回撤压力了。 那明天又是周末了,针对下周,在经济数据方面,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美国耐用品订单,新屋销售,消费者信心指数,GDP,以及PCE物价指数。 同时呢,下周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下日本央行的利率决议,以及欧洲央行即将公布的经济公报。 而财报方面呢,下周有多份重磅财报是值得关注的,那我大概罗列了一下,这几份呢,都是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分别呢,就是可口可乐,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本周末欧洲,大家肯定会密切关注法国大选的结果,将会直接影响到整个欧洲的政治格局,甚至影响到全世界的一个政治格局。 所以呢,感兴趣的话,本周末就可以看一看法国大选这场大戏了。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这要感谢一下老虎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 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视频解决中的老虎证券开户链接,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还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非常开心,由我参与开发的小白的美股投资宝典已经正式推出,欢迎感兴趣的朋友扫码了解课程内容。 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健康平安,我们下周再见。